身为光环绕身的明星 他们的一举一动牵动着粉丝们的心 而且粉丝为了理想更近一点 常常准备很多礼物 这些礼物不管便宜奢侈 都是粉丝们的一片心意 但有时候明星会收到一些奇葩的礼物 很多礼物都让人哭笑不得 黄子涛黄子涛这几年回国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虽然现在还面临着与前公司打官司的事情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国内的人气 这几年除了黄子涛本人比较火之外 还一样东西非常火 那就是他的表情包 在当年地吧 对弯弯发起的表情包大战中 黄子涛的表情包就成了主地君 如今黄子涛的表情包更是很多人的聊天必备 在粉丝送给黄子涛的礼物中 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表情包 这个礼物逗得黄子涛十分开心 杨幂杨幂收到的奇葩粉丝礼物 可谓非常搞笑 粉丝送给他一个搓衣板 这个礼物当时让杨幂非常的猛 后来杨幂才知道这个搓衣板是给他跪的 因为在和黄晓明合作的戏中 两人有大尺度的动作 搓衣板的作用 就是为了让杨幂主动跪在刘凯威的面前 不得不说粉丝为了爱豆可谓煞费苦心 胡德胡德这些年来人气越来越高 而且他一直都是大众眼中的优质偶像 但是胡德的情感生活一直得不到解决 这也让粉丝大众颇为关心 在胡德收到的粉丝礼物中 连他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 那就是避孕套 不知道送出这个礼物的粉丝初衷是什么 意思是让老胡早点找女朋友吗 林俊杰林俊杰收到的奇葩粉丝礼物算是比较搞笑的 他的礼物是一条虎头红色钉字裤 而且林俊杰还拿着这个礼物跟粉丝合影 后来粉丝解释 说在他们那里过年穿红内裤比较习惯 从当时照片上来看 另一顿 惯一顿 美梦